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最后一个月的走势 1月份美元是影响所有东西 包括股市、汇市、商品 亦导致1月份全部波动差不多破纪录 唯独金额也不涨很多 如果计算波幅 因为有迹可寻 但问题大家要留意 今天为何重要 一来会否是一个结算的因素 因为最后一个月是1月份 另外亦因为第一次联邦储备局的议息会议 升与跌的转弯位 全部都在美国议息会议发生 所以先会出现 我们又看周线图 大家便会看到 连续三年年底 金额会出现一个升势的开端 而且开端升很久 最少那额都升了三个月 这次又会否 现在这次的金额这样调整 是否给予机会大家再买 是否风险日价会开始增加 包括了美股的波动指数 这些全部都开始拉大 亦都会製造了一个 大家要知道 原来升市都有风险 不是跌市才有风险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金额会否因为这样 之后会反弹 昨天的金额可以说是一个循环 即是有升有跌 除了跟了星期一个美段的黄金下跌 最低落到1334 然后反弹 但反弹幅度 不是很高 最高上13400 然后再调整 如果从价格计算 之后再跌下来 金额会仍会试近早上的低位 不过也没那么低 最低落到35、36 如果我们现在从形态计算 大家应该记得 昨天也告诉我 我都会预计 金额还可以调整 而且调整之后应该可以再上 讲开 由于我们的策略 也做得不错 每天我们做节目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上我们公司的网站 都会看到我们一些建议 所以既然这么有用 大家去留意一下 大家可以知道 原来我们给的建议我是中的 大家不要说我每次跟得那么足 你当八成也好 所以大家要留意 今天可能 第一 美元会不会出现一个 戏剧性的下跌 而且现在我们做节目时间 可能快出现 特朗普会说新的国情资问 虽然没有预计 他有太多云源 或者有些实质数字给大家 但是令到美元的方向性 可能今次他会提及 因为大家知道 他突然有一些对美元的看法改变了 所以会直接影响 而我想表达什么 会不会今次会导致 议息会议加上说话 导致美元出现了 再一下下跌 还是上升 以议息会议去看 通常议息就是美元升 以完息美元就跌 现在是否代表 现在的金跌 等于 这个调整是给下一个阶段 黄金上升做准备 所以大家记得去我的SkyFi的Facebook专页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